在演艺圈有一个词,叫跑龙套,相信大家都明白它的意思,可如今很多莫名其妙就被包装出来了一套二红的演员不同。 在之前的那个时代,很多后来的大明星们,都是从跑龙套出生的,而能从扮演陆人甲以丙丁的成为大明星,这期间的艰难词不用多说,可能看过新野电影《举之王》的人都会明白,想要从跑龙套成为大明星,少不了的一个词就是坚持。 而如今,再回首去看大明星们当初跑龙套的样子,也确实会让人伸出许多感慨。 所以今天,小天就带大家去看看一些明星们当初跑龙套的样子,看看你能认出来几个呢。 首先,既然说到了新野,我们就先来看看他的一个龙套,这是八二版苏起儿的剧照,新野的理念饰演一位村民,而该片的主演,则是周润巴,刘德华的。 那个时候,声色的周星驰,还真的是很像一位村民了,同样是这张。 剧照,其实新野的旁边还有两位后来的大牌,我们来看看全景剧照,不知道小伙伴们有没有认出来。 旁边两个红矿里的人,是苗乔伟和黄日华。 后来的三个大明星,竟然在同一部作品里跑龙套,分别是野村民夹一顶,还真是奇妙的缘分啊。 同样是周星驰,风美灵版的《射雕英雄传》中,他还饰演了金兵战和一个囚犯,不过好歹有一张正面照,比起后面的金兵,似乎又高了一个当次。 再来看下面这张,仔细看一看,也没有认出来后排左边的演员,他就是年轻时候的吴振宇,后来的影帝。 1981年的无限艺训班,是香港影视的西点真相,培养出来的人物,撑起了香港娱乐的二十年江山。 除了吴振宇,他这一般同窗的还有有梁朝伟、周星石、欢丽杰、欧阳振华等等后来的大牌。 而这个龙套,是八二板千龙八部,我们的影帝是一个少年弟子。 再来,这张几乎都看不出来是彩色的剧照中,有一位后来的超级大明星,不知道大家能不能认出来。 是的,就是梁朝伟,作为一个演戏的天才,梁朝伟可以说起绝体较快的一位演员了,跑过的龙套也很少。 而这同样是八二年的天龙八部,说了梁朝伟,自然要提一提他的夫人刘嘉宁,下面这张剧照是八三板射雕英雄传,刘嘉宁试验华真公主的侍女,看上去似乎还没有后来那么雍容典雅。 说完这些很久以前的龙套,我们再来看一个稍微后来一点的,赵薇在广丽主演的画魂中跑了一回龙套,饰演一个青龙女子。 按照时间来推算,那个时候,她还没有进入电影学院读书呢。 最后,再来一张不算龙套的龙套,经几年大火的吴京,无论是战狼还是流浪地球,都是彻底树立了她的正面硬汉形象,但其实在早些年还没有火的时候,吴京的造型孩儿,颇有几分非主流的感觉。 看看这忧郁的眼神,娃尸不公的神情,还有那个绚烂的发色,真的让人很难把她和后来的战狼联系起来。 所以说,跑龙套不可怕,长得不好看也不可怕,可怕的是你不能坚持,只要坚持,终有一天会获得成功。 大家还有什么跑龙套的明星回忆,不妨在评论里分享一下。 最后来一个彩蛋,上面这张图是我们的赵丽颖银宝的一个龙套,大家知道是哪部作品吗?